嗨,小朋友,你们又来到了林静老师的作文小学堂咯 今天我们要来教第六册的第七单元,文章判断 有没有小朋友在读国文的时候常常 什么是继续文,什么是论说文,什么是抒情文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我们的题目是文章判断 因为我们这个在团体活动时我们会分组 那小朋友没有关系,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主名 例如说老师想要给定一个主名叫做草莓队 好,草莓队 那队员的老友林静 好,这个你们可以自由的选择 好,那接下来我们举例说明什么叫继续文呢 继续文就是在记录 什么,记录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地 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物品 好,什么样的事件 好,就叫继续文 什么样的人 例如说我的妈妈 什么样的地方 例如说小时候 我的家乡 好,什么样的时间 例如说 好,记忆中的小时候 这个部分呢 物品有什么呢 我最喜欢的宝贝 世界有什么呢 旅行或者是那一年的毕业旅行 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哦 小朋友把这个继续文写下来哦 那我们继续再往下说 好,什么叫书情文呢 书情文 顾名思义 就是抒发情感的文体 它可能是我好开心好开心 喜怒哀乐 都可能是书情文哦 例如说 我的快乐 我的快乐是什么呢 或者是呢 或者是我们常常看 悲伤的世界 都可以变成书情文 书发情感哦 接下来下一个是论说文 论说文是什么呢 它就是在说明 一件说明 说明什么 道理的文章 好,例如说 如何做个好学生 这都是一个论说文哦 它是在告诉你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这个道理是如何做个好学生 这个道理是怎么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 就在讲一个道理 给学生们知道 这叫做论说文 好,再来是应用文 应用文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是什么 对 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的文体 例如 我要写一张明信片 例如说我收到了红包 简帖 我收到了喜帖 简帖 例如说公布了 我要对外公布的启示 好,或者是 寻人取释 寻狗启示 或者是呢 便条纸 或者是 政府机关 对外就说的演讲稿 都是应用文哦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应用文 小朋友 有没有收到红色炸弹呢 红色炸弹洗帖 也是应用文哦 好 那继续文 我们来试试看 继续文 想一想 继续文 我觉得它是什么呢 继续文 我觉得它就像个相机 为什么像相机呢 它可以记录 它就像机 把事情 或者是把事物 记录下来 我在哪里看过继续文呢 打开你的课本 课本有好多好多继续文 例如说 有没有读过 南丁格尔 或者是 南丁格尔的故事 或者是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除了南丁格尔 还有谁呢 嗯 还有说 什么看看课本里面 有什么什么呢 什么是继续文呢 嗯 好像还有 想想看哦 想一想 还有什么是继续文呢 嗯 还有什么是继续文呢 或者是发明家 发明家谁 爱迪生 好 这个也是继续文哦 再说爱迪生哦 好 接下来是书琴文 书琴文 我觉得它像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 好 说手善感的女孩 对不对 总是抒发自己的感情 那有什么是书琴文 有什么是书琴文呢 抒发自己的感情 的书琴文 比如说 我很快乐 我很悲伤 我很难过 有一个悲惨世界 好 这是一个抒发自己感情的文体哦 好 在说明文 它就像是什么 一个说明道理的 好 在说明会刀刀续续 说明道理的老师 好 哪里看过论说文 好多好多 我们常常说论怎么做人 论高明正大 好多好多论说文 对不对 有没有看过什么论说文呢 什么是论说文呢 比如说 嗯 老师举例说明好了 怎么做个 好好 怎么做个 有礼貌的小孩 好 这是一种论说文是吧 在英文 我觉得它就像个什么 生活小帮手 对不对 什么事情都可以 我在哪里看过应用文 刚才我们说 红色炸弹啊 那是什么是红色炸弹 好可怕哦 不是 红色炸弹是洗铁 我们的洗铁 就是应用文哦 按赞订阅 订阅 开启小铃铛